印度尼西亚去表演 听说还蛮受欢迎的 这瓢麦的 吓吓叫啊 是的 印度尼西亚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演唱会 coldplay 就到了 雅加达要开场了 从他宣布到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票都是掀起的抢购热潮 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在本地来说的话 很多歌手要开演唱会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就压力 憋得慌 对 所以有演唱会的话 就快点冲去看 我觉得邱烈锋一定是走后门的 他们有自己排队去买票的 他有媒体票 对 一定是走后门的 烈锋总说 你好 哈喽 今天变得好 您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一直在讨论说到这个英国的天团 coldplay要在11月15号在印尼亚加达开演唱会 然后呢 这是他们史上第一场印尼的演唱会 早在开卖之前就已经引起万众瞩目和讨论了 从宣布演唱会到开始卖门票 直到卖完的这段时间呢 算是掀起了抢票的大战 而人们的这个抢票的程度啊 哇真的是出乎意料的高 甚至已经是达到了那种疯狂的程度 有多疯狂 有多么的激烈的这个抢票呢 大家呢 甚至把它当成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想象一下会有人把coldplay的门票 的演唱会的门票哦 当成女儿的嫁装 哦呦 哈 那个他未来的女婿会很生气哦 对 我不喜欢 对哦 我不喜欢 你送错了 哈哈哈哈 他就说他爱他的女儿和爱coldplay的程度 差不多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很乐意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抢票啊 抢票 这在网上抢票的情况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有很多人抢不到票 然后黄牛票 还有一些代购的票 就很多人在找 但是就这样子 就导致了黄牛票和诈骗的猖狂 我们先来看一看卖票的情况 之前主办方他们是宣布说 会有7万张票 而且Colpay的这场演唱会 只有一场 7万张的演唱会的门票 会有三天的卖票日期 就是5月的17、18和19号 那在5月的17号当天的上午10点 售票网站开之后 进入等候区的人要买票的 短短10分钟就已经有了50万人 然后之后最高的人数那天 是达到153万人这么多 那这个最贵的票 价格是等于1000新元的票 在6分钟内就已经卖完了 然后其他的票在30分钟内也卖光了 这也让主办方呢 把第二天的卖票活动取消 因为在第一天就已经卖完了 到了卖票的第三天 也就是19号 也就是最后一天啊 这个最贵的门票 也只有15分钟就被抢光了 其他的票也就35分钟内 全部被卖光了 然后当天据他们的统计说 有329万人登陆售票网站 他们宣称呢 这是史上最多人 同时想要买演唱会门票的一个 最高的记录 对于所有歌迷来说呢 最重要就要打击黄牛 是不是有限购门票这样的安排呢 有限购其实一个人只可以买两张门票 但是大家就能够有很多方法了 所以那么快就卖完 然后黄牛票和这个诈骗啊 变得很猖狂 印尼警方呢就收到了多起有关 Coldplay演唱会门票的诈骗的投诉 许多人在网络上面寻求代购 或者是购买黄牛票 最终却发现自己被骗了 没有拿到票 警方也逮捕了很多的涉及诈骗的嫌犯 然后呢受害者到目前为止了 大概是有65人 然后呢 他们的金钱损失是超过2.69亿 印尼顿 大概就是24000多星元这样子 警方也透露呢 无论是卖Coldplay的黄牛票 或者是诈骗的人的手法 相当的专业哦 而且呢 他们是掌握网络技术的 这个建兵也是一个电脑达人 相信也会也会了解 那他们有诈骗别人吗 哎你好吗 你好不好这样说话 你接大片之后谈建兵 我哪里得罪你的脸方 我的意思是说 会了解他们这样子的这个手法 是怎么运作的 那他们不但能设一个 非官方的代购网站 然后呢 他们的付款方式也是很专业 但是收到这个受害者的钱之后呢 就把对方封锁了 然后卖黄牛票的呢 他们是之前是要先买到票嘛 对不对 他们就会用那种软件的机器人来购票 所以呢 他们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哦 买到很多的票 然后呢 在自己的网站上面 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去卖 更厉害的是呢 这边这个就是刚才我说 建兵一定会了解 他们知道哦 这个卖票的网站的IP呢 是设在美国 然后呢 他们既然会有方法呢 能够更快的直接进入这个售票网站 就是透过IP的这个介入这样子 所以警方就说 他们这样子的手法已经是非常专业 也已经是非常高科技了 是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只要是这些著名的什么天团啊 天王天后的这个演唱会啊 我们都发现是一票难求的 然后呢 这个行片的手段层出不穷啊 我们还是要提醒 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也好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没错没错 当然呢 如果是作为自己的一个 喜欢的一个天团来说的话呢 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因为 想要看他而去光顾这个黄牛票 这样子会助长他们呢 继续的营业下去啊 这样也是不对的 是 当然在这个呃 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其实呃 列峰有没有观察到说 呃 其实在当地啊 对于这些比较的喜欢 这些听流行歌曲的人来说的话 是不是就只有去看演唱会 才可以表现出 他们对于这个天团喜欢的一种程度呢 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能够抒发他们这个呃 欣赏之情啊 如果听演唱会 因为他们可以一起 或者是一群人拥有 同样爱好的 或者是喜欢同一个呃 歌手或者是表演者的那种氛围 那种感觉是很不同的 所以大家就会很集体的一起去约好 一起去看演唱会 这种感觉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然后一起抢票 其实也是一个很精彩 很棒的一个过程 没错 而且呢 这些资深的艺人啊 或团体啊 我们看一场少一场啊 这个演出 所以大家都格外珍惜啊 好了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印度尼一下媒体人呢 邱列锋给我们做的报道啊 当然也希望呢 警方呢 能够赶快把这些诈骗的这个团伙啊 一网打尽啊 还给所有的歌迷一个公道 对不对 我们的血汗钱啊 好了 谢谢列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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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再会